当然,港股面对的一些不明朗因素仍然存在 虽然整体的影响性对比起3月中那一转 落到18,200这些位置 现在有些是明朗化了一点 其实过去这一两个星期都有说过 所以才造就到这个反弹出现 纯粹也说过一个中摆率率因素 过去就很极端,现在放回中间一点 但是始终放回中间也好 或者是部份明朗化也好 就不等于后市没有一些隐忧 或者是不明朗的地方 就是譬如如你所说,只是这样数下 可能近期就说得多的,比如中概 那其实中概股其实每晚在外围都很波动 可能一晚就升你平均8% 一晚就跌回你8%每个都可以 所以就是自然令到整个中概这么波动 变相回到香港这边 虽然中概又不等于新经济股 就是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趁来看的 就是中概波动 其实新经济股就会比较差一点 而新经济股一差一点 其实对整个港股、恒指、科指都会很大影响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影响就是 为什么近期港股好像比较反复一点的 其中一个主因 这个当然也是要继续看着中概 可能是第二季的发展 当然有一定的隐忧 就是比如可能那些退市那样东西 但是我觉得实际的冲击算不算是非常负面呢 我觉得又未必完全是住的 但是会令到个别股份或者市市是比较反复一点 而除了中概之外 比如刚才提到美股也说到 要看着5月份美联储的加息因素 那这个也会对可能港股 以至到资金流的影响 其实是会有少少的 那一定是短期性会有些可能震荡的了 那所以 预测了这一季其实也还有些可能震荡的空间 但是如果你说短期来说 都是很明显的了 就是在图表近期的环境 两万千二去到可能大概两万两千四 这些是一些短期的range 我想要突破到哪一边的 那可能方向才稍微明显多些少 但是如果短期策略呢 我同意其实去到这些位置 无论什么办法都好 我觉得可能是要开始小心一点点 或者审慎一点点 不只要小心 就是不只要太担心的 但是要小心一点 因为正如刚才说的就是 其实实际的小心面方面 都仍有要望的地方 虽然只是比可能三月中那一转 叫气氛上稍微豪犯点 但是又不主要令到市 可以现在有个很大升的一个条件 而更何况就是 各港股都由到一万八千二 但到去近期最高二万一千四 其实头到尾都升了成四千点有多上来 那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些位置 刚才都提到 在高台你见到 开始叫做整固或者拉脚为主 要等一些新的消息再出现 所以现在你说向上的动力 其实短线是减弱了一些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短期部署 特别在过去可能一万八万九 两万边 那一转叫做V跌V弹之后 有追到的 其实这些位置 开始部分叫做食下D壶 靈活一点点 其实会好一点 因为始终我想现在的港股市况 其实都不会容许有一个很大的单边向上 所以弹到那么上下坐落上来这些位置 开始灵活一点点会好一点 那反观一直以来这半个月的反弹 四千多点的升幅都没有追到 现在就不要那么心急住了 反而如果真的要去部署继续短线上落 宁愿就可能看着市场 有没有机会是做一些调整 比如刚才说到至少短线指数来计 二万一千二是一个短期支持 那譬如如果下到这些位置 你见到不穿的 那你那一刻才做一个可能入场 那会比较好一点 比你现在强烈去这些位置立即入 因为现在二万一千六 还有一千七左右 就是现在期指来计 其实刚刚在刚才自己说的短期 range 的中间附近 因为刚才说二万一千二至二万一千四 那其实中间就大概二万一千六 二万一千八附近左右 那变成刚刚卡在中间 你才去入场 有点尴尬了 就是在短期卡路上位置上有点尴尬了 所以我想如果真是在短期操作 而想再入场的 可能等下多几百点才考虑会好一点